我基本上认为这个事情说 我嫁的是你 所以跟你爸妈没关系 这句话逻辑上是对的 可是在实物上是错的 也就是说 你嫁的是你老公 不是你老公的事业吗 那你老公赚了钱 你也为什么要管 所以你嫁的是你老公 跟你老公相关的东西 都跟你有关啊 就是这才是实物 我觉得我们不能看 那个语言上面漂亮的逻辑 你这会把你的人生搞砸 我基本上 我自己相信的夫妻关系是这样 就是老婆当然不用认为 你跟公公婆婆 有直接的奉养关系 可是如果在你老公的生命 在你老公的心中 这是要处理的事情 要担的责任 那你们夫妻 既然是共同的人生 这就是你们人生里面 要处理的一块嘛 那当然我不能用 一个奇怪的比喻 假设你嫁给 假设你娶了一个老婆 她有一只爱猫好不好 爱猫生病 你也要帮忙顾啊 不是这样吗 那这样讲 我娶你是娶你不是娶猫 对 很怪 因为 或者说像刚刚讲的很多像 比方说那男朋友 琼华 他跟你谈恋爱 可是在传统上就觉得 如果你妈妈缺钱 他觉得他 这是你的责任 至少是不是他的责任 对 可是他这是 这是基于他跟你的关系去发展的 所以例如说 假设说 往往我跟你交往 你的朋友有难 我也会觉得说 如果你真心难过 我也会觉得有关嘛 这才是人性的真实 我觉得这是不可能不管 但是有一个关键是 夫妻之间 有没有这个认知 我觉得夫妻之间 有个这个认知 两个人要弄清楚 而且要觉得平衡 就是平衡的意思就是说 好 很多老公其实是觉得 他对老婆有多给一点什么 例如说 男人觉得我有多拿一点钱养家吧 或者说我平常有 比较常换电灯泡 或者说 我有一些让你得到的东西 所以男人会自动换算成说 所以家人这种照顾 比较传统上 好像比较女人在做的事情 你就会来做 这是我们之间一种平衡 问题是现在的女性 坦白说大部分的女性 还没有办法搞清楚这个公式 因为这个公式 已经不是定律了 而是每对夫妻之间 要自己去定义 那现在女性又很多 他们就觉得说 你也没有给我什么啊 小孩的教育是我出的啊 家里房贷一人一半啊 那家事我已经做的比你多了 怎么会还有要分担你的事 我是新时代女性 其实我觉得 其实我觉得这跟时代 这跟时代没有关系 这是说 以前的女性 其实以前的女性 真的有牺牲比较多 他们自己赚钱啊 他们不用在经济上负担的话 那你当然就是要做更多的家事嘛 然后照顾老人 可是如果你现在负担的是这一块 又要去负担照顾老人 就是会蜡烛两头烧的话 没有办法 就看老公你有没有其他的方面 让老婆觉得值得 还是有很多老公让人家觉得值得 例如说他没有给很多钱 他也没有帮忙照顾娘家什么 可是他光是那种对老婆的态度 让老婆觉得值得也OK啊 我觉得这都是两个人之间 这都是两个人之间的事情 像我以我自己为例 我就跟我老公讲得很清楚 因为我老公家比较传统 所以有些时候 我有没有出面 会意义重大 就是我没有去 他自己会担当不来 那他就会很诚意的跟我说 这事情我帮忙 因为这是他能力不及的事情 所以这是我去帮忙 但是相对他会让我在其他的地方 觉得说他有平衡 有回馈 类似这样子的事情 那如果没有这样的事情 你现代夫妻很难讲